今天我们谈授与动词 那授与动词呢有两个授词 那因为授与动词是极物动词武功高手 有两个授词 那第二个授词呢是间接授词 通常是人 所以简单叫见人 那第二个授词呢是直接授词 所以简单叫做这个 直接授通常是物 所以简单叫吃物 所以我们讲的授与动词呢是极物动词武功高手 背参变 授与动词极物动武功高手 授与动词极物动词武功高手 授与动词极物动词武功高手 那提醒的授词是两个授词 那第一个授词是间接授词人 简单叫见人 第二个授词是间接授词物 简单叫吃物碎 授与动词要替见人加吃物碎 授与动词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授与动词极物动词的武功高手 授与动词极物动词的武功高手 第二个呢是必考 见人百负面要来见一次 所以间接动词的间 间是故意念错词 你故意念白词 白词干涨 那我们有边读边 没有边练的东西叫间接 那间接是一个等文 就是说故意许 老师你念错了 对 就是故意念错 所以呢间接的间是什么 间接受信者 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词 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词 叫间接动词 所以所谓动词必考什么 间接 所谓动词必考什么 间接 因为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词 give to by for ask of share with may for find for to with for 就是 就是借习词 因为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 售一动词两个 第一个 售一动词武功高手 见人加乡词 售一动词武功高手 见人加乡词 售一动词武功高手 见人加乡词 那必考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词 叫间接动词 必考见人百负面要加借习词 叫间接动词 所以我们在上 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 第一个是文法的单元 那后面这两个呢 就是所谓的行径技术 我们在上课前做课情 是下课前做课前读道 课前 课后课前的这个 下课前的复习 下课的时候呢 做前情的提交 那我们看下面 所以呢 售一动词有两个词 是见人加什么 习词 那必考见人百负面要加什么词 解释词 必考见人百负面要加什么词 解释词好了 所以呢 give to buy for ask of 那我们这边有帮大家的整理哦 to的有give to bring to land to offer to pay for to tish to tell to write to sell to send to show to cast to 把所有各版本的 一哈一哈的人都做一个总整理 好 那用货的人有buy for choose for make for lead for order for bring for read for 都是一样的 好 就是都是用货 好 再来ask of 记得这币考 ask of 好 那share with 因为不一样 所以币考 那特别特别小心 好 好了 Kevin bought his girlfriend a ring 贱人是他的女朋友 当然不是骂他女朋友了 实际上 贱人是他女朋友 所以贱人是他女朋友 are 借子是 直接受食物 所以 Kevin bought his girlfriend a ring are 他卖给他女朋友一个 借子 那等于什么 Kevin bought a ring for his girlfriend 因为 buy for as for 那因为buy过去之事呢 叫boat 所以buy boat boat buy boat boat buy boat boat for buy boat boat for buy boat boat for 所以 Today Kevin buys Yesterday Kevin bought Kevin has a boat a ring for his girlfriend 记得 his girlfriend 也是千人说人 千人百货 麦克星 所以再讲一次 受语动词 是 间 间接动词 受语动词 间接动词 来口诀 受语动词 其无动词 我们高手 其几个说词 两个说词 那 是间接动词 因为B考 见人百货 要加什么 记忆词 所以你看 光说不练空把戏 要请各位填一下 提两个说词 间接受词 加直接受词 间接受词 人 简称见有 直接受词 物 简称什么 之物 那人在前 东西在后 的时候不用记忆词 见人百货 要加记忆词 见人百货 要加记忆词 那B考有四个 Give to Bi Four Ask Off Share Wiz Give to Bi Four Ask Off Share Wiz 那或者是呢 最新的版本有 Make for Five for Make for Five for Make for Five for 好 我们看下面 好了 口诀 数据东西的语语呢 是直接受词 可前怎么样 可后 因为真的受词 是直接受词 见人是假受词 所以直接受词 可前怎么样 可后 但是 代名词 It or Dan 只能摆什么 摆中间 It or Dan 只能摆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 有It or Dan 所以我们 见人一定要摆什么 摆后面 所以It or Dan 见人一定要摆后面 It or Dan 见人一定要摆后面 所以ask to 动词 ask人 问题 等于ask of 人 所以ask for 东西 ask to 动词 ask人 of 问题 所以理考 ask三种 ask人 去做什么事情 叫ask to 加动词 ask人 要求别人 有什么东西 叫ask人 货东西 那等于ask人 问题 等于ask 问题 of 人 好了 那借东西呢 Lame to 借回来叫 Borrow from 借出去叫 Lame to 借回来叫什么 Borrow from 所以叫Lame to 借出去 Lame to 借出去 Lame to 借出去 Borrow from 借回来 Borrow from 借回来 Borrow from 借回来 这是必考的 那我们在 老师将练 学了练习 跟这个 翻译的部份 第二我们在 我们要选择 Like my sister same me Brawrawraw Bbirthday card 好了 她寄给我一个什么 生日卡 那见人 me 食物 Bbirthday card 所以刚好 见人加持 所以呢 什么都没有少 所以直接 选择什么 E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 考什么呢 My sister send a birthday card to me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把 a birthday card 借人 把 把 借人 白方便的时候呢 就变成 same true 所以这个变成 same true了 在 my friend nora 所以my friend 就是nora nora 就my friend 逗脸分开 把逗脸圈 在同一格 同一格 逗脸分开 可以互换 所以my friend 就是nora nora 就my friend gave bra bra me it 记得 代名词 能择什么 择中间 所以这个答案 把它改一下 叫 gave it to me 记得 我们在做答案的时候 一定要把错的 跟对的都要干出来 这样做一题 等于做四题 所以 gave it to me 第二个呢 gave to sandwich to me 小个什么 t o2 gave then to me 就会小个t o2 所以答案是 gave me a sandwich 是不是四个答案 就等于改了几题 四题 好 再来 第三题 那如果同学 不太清楚的地方 你就再请他背一遍 见人摆后面要加 这一次 见人摆后面要加 这一次 见人摆后面要加 这一次 either then 只能摆中间 either then 代名词能摆中间 either then 代名词能摆中间 因为 either then 代名词能摆中间 见人只能摆什么 摆后面 见人只能摆后面 再来 the little boy can read 可以读什么呢 bra bra short story 所以reader 见人 十五岁 reader什么 me you him or us 因为reader 其无动词 所以后面要加 受死的受格 me you him or as you 所以这边只有什么us 受格 we要改成us i要改成me 那us是对的 he要改成什么 him 所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us 这个叫me 这个叫him 那答案只有谁对 us 因为其无动词 后面要用什么词 short 那在组织空格是组格 在short 的空格用什么格 short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分 词物跟不词物 如果不分 那这一题就挂在这里 答案好像听起来是对 答案就是不对 好 所以原因是一个词类 所以文革在词类里面 魔鬼在词类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 八字类跟动词的 short 从这三个角度起来 那国中老师一口 全场出了 就会慢慢的克服 我们看下面 一题最大 scott gave his brother the robot scott给了他的哥哥 建人 然后the robot 机器人 出 那把改成代理词 那robot不是 你不是我男大屁 你让他序幕用什么 it 那不是你们 不是我们算什么 他们他们叫什么 lay 那当兽子 变成什么 day 那里面今天化掉 exit them 那记得哦 if them 只能摆什么 摆中间 if them 只能摆什么 摆中间 所以呢 scott gave them to his brother 搞两个文法 第一个 give to buy for ask of 那give 有三开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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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scott give s yes scott gave scott has give 那第二个文法呢 if them 只能摆中间 if them 只能摆中间 所以give to buy for ask of 那if that 就是摆中间 所以 贱人要摆到后面 所以 scott gave them to his brother 再来看 my grandfather gave me a bike 我的阿公 给了我一台什么 这好 是了 那贱人 加什么 soo 那次又有代名词 a bike 什么 不是 sor 不是 男生当系 女生当系 it 这边 father 感到 it 记得 it band 只能摆什么 摆中间 it band 只能摆什么 摆中间 所以 my grandfather gave it to me my grandfather gave it to me 第三题 vivian show me a new dress vivian 拿给我看 就是拿给我看 的意思 表现 好 拿给我看 看什么呢 a new dress 一套新的 样装 那好了 那加入 true 那就叫见人摆什么 摆后面 所以 give to buy for ask of 那share 什么 share to 所以 vivian share show vivian showed a new dress to me 那 记得见人摆后面 要加 77 是什么 to 好 我们看下面 翻译题 先翻出词 Belinda 再翻动词 错了 售死 一个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为了她的母亲 for her mom 所以 Belinda made a birthday cake for her mother 所以见人摆后面 你要加什么 记忆词 give to buy for ask of make 什么 for 再来 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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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lly 等奶奶 为了他们 收了一个 通话故事 最实 Brian 跟Molly 的奶奶 动词 收死 那个通话故事 那为了他们 付词 说 这个通话故事 所以呢 Brian Molly s Grandma Brian Molly s Grandmother told them 也可以说 tow the fairytale to them 也可以说 tow the fairytale to them 两个答案都对 见人摆后面 要加近一次 Bobby买了 他 给谁 给Anthony 所以呢 Bobby boats eat not give to buy for ask of 所以 boats small for 所以 Bobby boats eat for Anthony 所以Bobby boats eat for Anthony 记得那个 eat them 持人摆中间 eat 持人摆中间 所以 eat 见人一定要摆中间 eat 见人一定要摆中间 其物 若是 eat 见人一定要摆中间 摆后面 见人一定要摆后面 所以 eat 接受是物 若是代名词的话 eat 见人一定要摆后面 那摆后面的时候 见人摆后面 要用什么词 解析词 所以 受与动词要叫做 间接动词 受与动词要叫做 间接动词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受与动词 那受与动词有两个口诀 一个是 功高手 一个是 间接动词 为什么 我们供高手 因为受与动词 是极物动词的 我们供高手 第几个受词 两个受词 间接受词者 简称见人 直接受词物 简称之误 那b考 见人摆后面 要加 即使 所以要叫 间接动词 那eat 代名词能摆中间 eat 代名词能摆中间 代数用eat 付出用them 那eat 代名词能摆中间 所以不要忘记了 上课前 做课前提示 间接动词是 这个受与动词是 间接动词 是武功高手 下个鞋的左部席 间接动词是 武功高手 是 这个受与动词 是武功高手 是间接动词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